大家好,我是猫叔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酱油鸭的做法 准备一只土鸭 我们准备的材料有 三个蒜头 一个芫茜梗 四根葱头 三片姜 然后准备两勺白砂糖 二两的米酒 一个橙皮 一个八角 还有一只酱油 就这么多材料 接下来我们开始制作 鸭子我们准备半只就好了 先把它的脚长掉 再把它的鸭头长掉 鸭片骨我们给它割掉 准备半只就好了 有半只我们下次备用 我们现在起锅烧油 倒入一点油 我们把这些料头 放进去爆香 大的料头先放 小的最后再放 我们开小火 把它爆香 这个姜蒜爆的有点金黄色了 我们再下这些圆锡肿 然后继续给它爆香 当这些料头爆的有一点弄香弄香的了 我们就把这个鸭子放进去煎了 来鸭子放进去煎 煎这个鸭子主要是去除它的腥味 开中火煎 这个做法有一点像露鸭 看到它有点金黄色了 我们开大火 倒入一勺米酒 大火能够去腥增香 接着我们再放入白糖 我们关小火把白糖炒融化 再放入我们的酱油 放入大半只酱油 然后开火把它烧滚 烧滚后我们放入橙皮 还有八角 放入橙皮八角后就关小火 接下来我们下入三杯开水 水滚后我们拿这个酱汁不断的淋这个家的表皮 给它更好的上色 我们翻一面卤它 每一面卤20分钟 先把这一面卤它20分钟 行了 煮了20分钟 我们翻另一面再煮啊 我们是家庭版的煮法啊 需要不停的把酱汁淋上去 主要是给它入味 我们比较省酱油啊 所以说用的酱油比较少 如果土豪的啊 可以用五瓶酱油直接啊 把这个酱油没过就可以了 现在这个酱汁逐渐的收干了啊 我们再加入一勺开水啊 加入开水的目的是不让酱汁越煮越咸啊 因为我们用的酱油比较多 用酱油多呢 它就不容易粘锅啊 如果说用酱油少了 就要经常看着它容易粘锅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鸭子煮熟了没有啊 主要我们是用竹签啊 长它大腿最后的部分 看它有没有血水流出 没有血水流出啊 这个表示已经煮熟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收火了啊 把它捞起来放凉再斩箭了 接下来我们把刚才的酱油啊 用筛网过滤 过滤掉这些汤渣不要啊 接下来这个鸭子放凉了 我们就开始斩箭 我们的酱油鸭就制作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试一下它的味道怎么样 它的味道咸甜适中 很有鸭子味 这只鸭的日子有点长 比较有嚼劲啊 拍摄和制作都不容易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请帮忙收藏评论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下期我们再见 这个绝对 感谢观看